不仅仅是经济独立 人格的独立 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我们两个才是 我们夫妻两个人 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我应该把我的家庭顾好 这是第一要务 第二个就是 我要离开父母亲的影响力 就是我不是不孝顺她 我还是知道 该怎么孝顺我还是会去孝顺她 但是我不要让 我一直讲说 爸妈我在管孩子 你们不要伸出你那双手 因为这样就有两个标准 对 然后让我自己来做就好 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自己来做就好 当你也想来管的时候 其实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他们只要一出手 我就立刻就会打断 我就说这是我们家 你就不要管了 所以我觉得男士们 你站出来要很早就证明 你自己是一个男人 而且你已经是个大人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所以你的父母亲 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搞好就好了 就是他们 因为我说你们已经完成了 你们美好的任务 你们帮我教养这么大 这么美好 又这么帅 对不对 很容易 很容易 很不容易 肯定 对 已经肯定了 那你们就好好享福 你们两个怎么过都OK 那我要 现在我的任务是我 把我自己的家弄好 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界线 拉出来 拉得很清楚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好了 谢谢大家 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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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mm 感谢观看